原宇宙时代 金项宇第二章 原宇宙形态之一增强现实 真实世界佳奇幻佳 辩解等于增强现实 增强现实AR的概念 首次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 将虚拟物体投射到现实空间中的技术 就是最早出现的增强现实 一个经典的例子 就是几年前的爆款游戏 宝可梦GO 帕格mongo 游戏很简单 打开智能手机中的该款游戏软件 走在大街上 就会在各个地方 不时发现一些我们称作宝可梦的小妖怪 出现在手机实景地图中 游戏目标是要捕捉所有的宝可梦 于是玩家纷纷走上街头小巷 四处寻找稀有品种 数字王国与现实世界 在此融为一体 人们第一次在真实世界中 碰到虚拟事物时 最强烈的感受 往往是惊异 当地球上根本不存在的神奇生物 透过手机屏幕叠加出现在实景世界中时 人们总会觉得不可思议 然而游戏并不是增强现实 唯一的用物之地 举个例子 你可能收到过朋友寄来的生日贺卡 卡片中央印有一个标识 当你用智能手机中的增强现实软件扫描这个标识的时候 一个三维动画形象会跃然卡片之上 为你送上生日祝福 我们可以对增强现实做更精细的分类 第一种就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 用户通过智能手机或电脑 可以在实景画面中看到叠加齐上的虚拟事物 并与之互动 在本章中 我们将以韩国电视剧《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和美国软件开发公司Niantic的领地类游戏 作为此种类别的案例 第二个增强现实的类别 是在真实空间中放置一些机械装置 用它们来制造 通常不会出现在这个空间里的景象 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由可口可乐公司策划实施的 为新加坡下一场雪的活动 第三个类别 是在真实世界中运用全新的思路 故事或互动规则 让参与者在重新定义的场景里 交流与玩乐 例如澳大利亚的艺术系列酒店 Art Series Hotels 发起的偷走班客司活动 酒店鼓励顾客偷画的商业营销活动 以及搬到户外的密室逃脱体验 我们会在本章中详细讨论这些案例 增强现实世界的体验 仿佛将我们置身于平行宇宙中的另一个地球 只不过这一切都是以我们所熟知的真实世界为基础的 大致来说 增强现实给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价值 其一便是奇幻色彩 增强现实为我们平淡无奇的日子注入了天马行空的想象 我们走在大街上可以偶遇和捕捉游戏里的卡通人物 我们的生日贺卡上会出现活灵活现的三维动画形象 我们打开传送门就能主宰熟悉的院落小巷 甚至能在现实生活中过满艺术大道的影 据说人类在玩耍的过程中 体验道的情绪大多与这20种情境相关 吸引 挑战 竞争 圆满 掌控 发现 同情 兴奋 狂喜 探索 奇幻 陪伴 艰难 培养 放松 残暴 炫耀 感知 模拟和颠覆 在元宇宙中 我们同样能体验到这20种情境 只不过在增强现实领域 由于我们看到的是虚拟与现实的交叠 在现实世界中套用了虚拟的世界观与逻辑 我想多数人主要感受到的就是奇幻色彩 如果你对元宇宙的设计构造与运营感兴趣 记住这20种情境准不会错 因为在设计元宇宙的时候 你不仅需要考虑哪种情境是你希望进入其中的人们能感受到的 还要观察人们实际感受到的是哪种情境 增强现实给我们带来的另一方面的价值在于轻松便捷 比如能将导航信息投影到车前窗玻璃的评显前窗玻璃 电影字幕音效 以及电视或网页的弹窗信息 这些手段都能帮助我们轻松处理新信息 无需过多占用我们的精力 举个例子 在现实生活中不经意间碰到吓人的场景时 我们其实是不会听到雷声 或是看到眼前跳出个骷髅头的 但是在有些卡通片或节目中 这些声光效果常常会用在真实背景中 以增强我们的感官体验 在本章中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些内容 为什么人们会沉醉于增强现实世界 增强现实创造了什么形式的元宇宙 人们在这样的元宇宙中会做些什么 又会感受到什么呢 只有0.0005%愿为懒戴的大脑效劳 我们的大脑不眠不休 承载了很重的负担 它要处理与储存我们感知到的信息 做许多决定 指挥身体动作 我这66公斤的身体所做的任何事情 都由我头骨中那团1.5公斤的组织 说了算 不可谓不神奇啊 人类大脑以每秒1000万比特的速度 接收五官收集的信息 听起来这个信息量异常之大 但你知道吗 我们仅从皮肤上接收到的信号 就相当于每秒100万比特 如果对比特这个单位不太熟悉 我们把它换算为汉子 一个1000万比特的信号 所负载的信息量 相当于100万个汉子 这样的信息量非常庞大 不过 由于我们的大脑处理 不过来这么多信息 就不管3721把绝大多数信息都丢弃了 事实上我们的大脑 仅能处理不超过每秒50比特的信息量 照这个标准来看 大脑看上去似乎有些偷懒 提供给它的全部信息中 仅留下了0.0005% 其他的全部扔掉了 但其实这是大脑 为了能够持续处理大量信息 不可避免做出的必要取舍 增强现实的出现 相当于唤醒了怠惰的大脑 如果说我们的五官传来的绝大多数信息 总归是要被丢弃的 倒不如把这些信息加以提炼 总结 以更清楚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大脑 以增加信息被吸收的概率 避免再被丢弃 为此 增强现实设备在强化信息传递效率的同时 也会为我们在特定情景下 营造非常强大的真实感 真实感 如果我们把它定义为一种情绪 指的就是相信某种东西真实存在 或某件事已经发生的感觉 假如你和你的爱人一起制定暑期计划 你想去海边 但你爱人想去爬山 你跟你爱人说 闭上眼睛 想象一下你坐在海边 听着海浪的声音 感受清爽的海风吹过 岂不妙哉 你觉得你爱人会有反应吗 如果我们像下面这样做呢 让你爱人闭上眼睛 用手机软件 为他播放一段海浪的声音 再用扇子 扇一缕轻柔的凉风 最后 拿起一棚 你事先准备好的沙子 放在你爱人的手中 让他去感受 别的不说 你爱人首先会在情感上被你打动 与此同时 比起上一次干巴巴地告诉他 去想象海边的样子 这次他会更有真实感 当然 这不是说视觉 听觉 触觉元素在任何时候都能增强真实感 而是说与单凭想象相比 这些感官 更容易调动人发自内心的情感反馈 致人的退化 无字幕视频的衰落 有一种类型的图像 常常出现在有关神经科学的新闻报道与技术报告中 一张半透明的立体大脑照片 比如 一篇标题为 游戏会对儿童的大脑产生什么影响的文章中配有一张小孩玩耍的照片 照片旁边总会有一个大脑的图像 文章中并没有对这个大脑图像做任何讲解 比如哪个部分是大脑恶业 哪个部分是脑倒 更别提这些部分有什么功能了 它只是一张看起来有点像个核桃的图片罢了 为什么媒体这么喜欢使用这个很常见的大脑图像呢 很简单 为了增加文章的可信度 确实有人做过实验 考察在同一篇文章中 加入或去掉简单的大脑图像后读者的反馈 结果读者认为 有这张图像的文章内容更可靠 阅读时人们总是先注意到图像 所以读到文本的时候 读者已经在想 这篇文章跟大脑有关系 一定很重要 显然 图像作为一种手段 能令读者更愿意相信文章的内容 并能够把读者的注意力 有效地向某个方面引导 字幕与表情包已成为各类网络内容的必要元素 事实上 业余人员制作的视频 与专业工作室或制作公司出品的视频 最大的区别之一 就在于字幕与表情包的合理使用 不带字幕的视频已逐渐落伍 可是话说回来 字幕和表情包带来的完全是积极的影响吗 在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例子中 强化你爱人对海边的感官体验只有好处吗 有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呢 当信息中加入了某些强化效果后 我们对信息的内容与适用性本身的关注就被弱化了 这些有备而来的信息把我们的理解角度 与情绪感知导向了内容提供者所希望的方向 换句话说 碰到强化处理后的信息与内容时 我们不知不觉被带到了内容提供者的节奏里 而不是依据自己的认知能力做出判断 在真实空间或虚拟空间中 套用新的故事逻辑与互动规则 采用的也是类似的办法 我们完全沉浸在 元宇宙设计者给我们设定的故事与游戏规则中 忽略了这片区域或空间中原本的背景 与生活在那里的人 最后 我们很有可能会忘记在那片地方 本应有什么样的感受 比如 我们把一个增强现实类型的元宇宙背景设定在图书馆 在这里侦破一起凶杀案 或破解一个外来生物的秘密 参与其中的人 恐怕无法准确感知这个图书馆 本来拥有什么样的独特魅力 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我们不加小心 对接收到的信息不假思索 完全根据内容提供者的意图 去理解某个区域或空间 最终损害的有可能是我们人类独有的想象能力 在第一章中 我们知道 人类最突出的特征已经从智人的特点 发展到了匠人 游戏人以及神人的特征 如果增强现实类的元宇宙 不能被谨慎 合理地加以应用 我们就会落入一个身不由己的世界 在这里内容提供者 粉碎了元宇宙中我们作为智人的想象能力 这个世界会告诉你 不要去思考 不要去想不该想的事 你只需要看我想让你看的东西 我会告诉你该看的画面 该听的声音 该感受的情绪 你什么都不用想 我给你什么 你就接受什么 这听起来 难道不像一个毫无悲悯之心 天下任尤其摆布的神人 所创造的元宇宙吗 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悬宾与朴信会的元宇宙 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是 韩国有线电视综合娱乐频道 TVN 在2018年播出的一部 16集的连续剧 这部剧未播鲜火 因为它是首部 关于增强现实的电视剧 剧情讲述的是 J1投资公司的总裁刘振宇 悬宾市 因工作原因前往西班牙格拉纳党 入驻正西株 朴信会市经营的一家老旅馆 Bonita Hotel后 发生了一系列神奇事件 剧中J1公司开发了一款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隐形眼镜 同时发布了一款 名为Next的全进入式 增强现实类游戏 剧中的人物 戴上这款隐形眼镜 就能在真实世界中与敌人对战 场景的真实感达到了极致 做个比较 如果给Next提供的真实感 打100分 宝可梦GO的真实感 最多只能打10分 当然 现实的说 我们距离在现实生活中实现 J1公司的增强现实场景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全球咨询公司高德纳 每年会发布技术热门度曲线报告 HypeCycle 分析各项技术 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据该项报告的最新预测 增强现实技术将在未来 5至10年趋于平晚 想让一个三维图像 实时呈现在眼前 做到与实景空间完美契合 没有一丝不协调感 目前还很难 按照报告中的预测 增强现实技术在未来 5至10年所能实现的功能 远远达不到剧中 J1公司隐形眼镜的水平 比如 剧中人物持虚拟常见 与敌人打斗 我们却能看到他们被击中后 烈烈切切 跌跌撞撞的样子 这些剑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 只能通过隐形眼镜看到 是不可能对真人产生 实际的物理攻击效果的 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中 J1公司的这款隐形眼镜 让我想起了2012年8月 出现在YouTube网站上的一个视频 那是以色列巴扎雷尔艺术学院的 一名学生的毕业作品 视频短片名叫 美童Sight Systems 展示了未来如果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 隐形眼镜得到普及 我们的日常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强烈建议大家去YouTube网站上看看 特别是如果你对增强现实技术 或人类的未来很感兴趣 这个视频值得一看 在视频中 主人公带着增强现实技术隐形眼镜 再做一项叫做超人的运动 主人公面朝下趴在木地板上 四肢要伸展开并稍微向上抬起 这项运动的目的是锻炼核心肌肉群 如果你试一试 就会发现其实挺难的 而且很枯燥 但是有了这个隐形眼镜 主人公看到的画面 是他真的像超人一样在飞 相比趴在硬邦邦的木地板上 用肚子苦苦支撑 在云层间穿行的感觉 可就有趣多了 视频中有一个做饭的场景 我们能看到刀盒案板上 会显示一些图像 指导人们 要切蔬菜的哪个部位 食材应放在煎锅的哪个位置 以及应该如何烹煮 这些图像精巧地标记 进主人公的视野中 立体地呈现在他使用的 案板刀具与煎锅上 如果他按照指导图像 成功地完成每一步操作 还会得到积分奖励 视频中的最后一部分 值得深思 讲的是主人公 在一个饭店约会的情景 约会双方都会完成隐形眼镜中 给出的一些任务 来提升自己在对方眼中的吸引力 并且在交谈的过程中 可以不断地参考隐形眼镜 给出的建议调整对话 这就是一个比较难以拿捏的地方了 用增强现实技术的隐形眼镜 帮我们锻炼身体和做饭是一回事 但能否把这些技术 用在与人的情感交流中 就值得商榷了 我建议读者朋友 自己去YouTube网站 找这个视频看看 再给出自己的答案 再说回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我觉得这部剧值得称道的一点是 它为我们呈现了未来世界中 一个视觉效果惊人 融入体验极佳的增强现实类元宇宙 但此剧也有非常令人失望的一面 在游戏Next中 也就是剧中 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元宇宙中 所有人物在里面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打斗 更有甚者 角色在游戏中 没有任何理由地跟朝鲜时代的武士打 与恐怖分子打 与部队逃兵打 只是为了得分和获得武器 一个超前的元宇宙 达到了Next世界中的技术水准 竟然沦落为一个单纯的打斗游戏 没有交代这个世界的意义 人物关系和这个世界的潜能 这着实有些不应该 剧中没有解释各种人物 在元宇宙中 是什么时候变成武士的 为什么而战 要去往何处 元宇宙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我们可以在其中建立新关系 创造新技术 编织新故事 可是在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中 元宇宙的潜力 并没有得到充分使用 只是变成了 类似于PlayStation和Xbox的 另一个游戏平台而已 里面只有人物 武器和战斗 尽管Next中的人物 会使用剑和枪 但他们的生活 与原始人无异 只是为了生存 而打得你死我活 没有任何伦理道德 秩序 律法 文化或社会体系可言 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中 J1公司的隐形眼镜和游戏 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 YouTube视频 美同中的技术 也还没有实现 不过在下一节中 我们会讨论一个 已经实现的增强 现实类元宇宙 它非常不可思议 那就是Niantic公司 推出的领地类游戏 Niantic的全球圈底游戏 Niantic是一家总部 位于美国加州 旧金山市的IT 信息技术公司 起初它是谷歌旗下的 一家创业公司 后于2015年 开始独立经营 宝可梦GO 就是这家公司 最知名的产品 不过在与任天堂合作 推出宝可梦GO之前 Niantic公司 已经开创性的 推出了一款 增强现实体验游戏 名叫Ingress 在Ingress元宇宙中 玩家分为两大阵营 一个是抵抗军阵营 一个是奇猛军阵营 两大阵营相互决力 尽可能争夺 更多土地的控制权 游戏中的玩家 被称为特勤 可以选择组队 或单独行动 游戏通过智能手机中的 GPS 全球定位系统 数据 与玩家所在区域的 谷歌地图链接 打开游戏之后 如果你带着手机 在附近搜寻 就会发现一些被称作传送门的位置 当你把手机与某个传送门关联后 你就获得了这个传送门的控制权 如果在地图上能占据三个传送门 就可以占领一块三角区域 Ingress本质上是一个按照土地争抢规则运行的元宇宙 这个游戏不是坐在电脑前进行操作 而是需要在真实的环境中走动 看着手机游戏里的地图 争夺真实活动区域内出现的任何传送门 这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夺旗游戏 只不过区域放大到了全球范围 由于这款游戏需要在真实环境中移动着玩 所以GPS定位信息非常重要 如果发现某个特勤为了夺取某块土地违规篡改GPS定位信息 这名特勤将被永久封号 不再允许进入游戏 永久封号对于任何虚拟空间的玩家都是非常恐怖的惩罚 因为这意味着你将永远无法回到你所喜欢的这个元宇宙中了 在Ingress游戏中 人们在真实世界中四处行走 按照他们自己的规则抢占或偷窃领土 因为使用的是真实世界中的空间 我们不得不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特勤有可能在真实世界中相遇 比如 我本来可以抢占到小区附近 一家比萨店的传送门 但没过多久 我可能会看到有人举着手机 在这家比萨店门前晃悠 这时手机忽然提示 本传送门已被别人夺走 我自然会明白过来 这家伙也在玩Ingress 就是他抢了我的传送门 然后呢 在一些国家确实出现过 特勤发生线下真实冲突的情况 虽然游戏发生在增强现实元宇宙中 玩家的真实身份都是隐藏的 但由于玩家是在真实世界中四处移动 匿名身份便不一定能完全得到保护 另外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有些玩家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夺取领地 就会以此为理由 诱骗异性玩家同乘一辆车 然后发生不轨行为 虽然元宇宙与真实世界不同 但当元宇宙是叠加于真实世界的加强版时 有些本无意制造的冲突便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真实世界中 第二个必须考虑的就是所有权的问题 显然在真实世界中 无论某快递是私人财产还是公共用地 它在Ingress游戏中对应的地图上都是属于某个玩家的 这快递被使用在Ingress玄宇宙中时 并没有获得真实权属人的许可 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 1967年联合国颁布了外层空间条约 约定任何政府或组织不得对外层空间宣布主权 然而一个名叫丹尼斯·霍普的美国人 却宣布自己从1980年起拥有对月球合伙星的所有权 他利用了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的一个漏洞 条约中虽然禁止国家货机构对天体提出主权要求 却没有对个人做出约束 1980年11月 丹尼斯·霍普向加州的旧金山县法院提交申请 宣称自己拥有月球的主权 许多人嘲笑他简直是异想天开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这份申请得到了法律认可 月球成了丹尼斯·霍普的个人财产 随后霍普成立了一家名为月球使馆的公司 开始出售月球土地 半个橄榄球场大小的地块 标价20美元左右 截至今日 月球使馆的销售额已超过1亿美元 购买月球土地的不乏政界名人与各路明星 不过由于多次被告上法庭 霍普想在其他国家做这个生意的想法屡次受阻 这个故事引出了另一个问题 谁能在元宇宙中对基于真实世界的事物宣布主权呢 用于运行Ingress游戏的软件 服务器和知识产权 毫无疑问属于Niantic公司 但是否就可以说 整个Ingress元宇宙也归Niantic公司所有呢 到目前为止 针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争议 但此类法律冲突的出现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其实类似的事件出现过 有一家公司设计的增强现实元宇宙 是叠加在一片特定区域的 长久以来这片区域主要由独栋住宅构成 当这片元宇宙覆盖其上时 这里的居民一天天不自在其来 因为很多想体验元宇宙的外来人员频繁造访 造成了大量的夜间橄榄球活动 宇宙声污染 于是这里的住户 集体向这个元宇宙的运营公司 发起抗议 随着增强现实元宇宙的增加 这样的纷争 只会更加频繁地出现 可口可乐的顺一树 为新加坡下一场血 在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和Niantic公司的Ingress游戏中 元宇宙需要通过隐形眼镜 或智能手机软件来显示 原本不存在的东西 有没有可能采用某种方式 在真实世界中的某个地方 直接创造原本不属于那里的事物呢 让我们来看一个可口可乐的故事 2014年 可口可乐公司策划了一场 吸睛无数的宣传活动 旨在将世界各地的人连接起来 在这个项目中 可口可乐选择了 芬兰人和新加坡人 新加坡的日平均气温 在30摄氏度左右 就算有冬季也非常短暂 而且冬季气候相对温暖 为了改变当地人的体验 可口可乐公司 设计了一款叫做冬季先进的新机器 打算为新加坡 送上一个白色圣诞节作为礼物 于是两台像巨型古风机一样的机器 被制造了出来 一台安装在芬兰拉普兰的圣诞老人村 另一台安置在新加坡的来福市广场 两台机器上都装有许多摄像头 和一块巨大的显示屏 当有人靠近芬兰的机器时 这个画面会实时出现在 新加坡的显示屏上 同样的 新加坡的视频画面 也会实时传输到芬兰的机器上 到目前为止 这个装置的原理 似乎与在街边开一个视频会议 没什么两样 只不过是个巨木孙会议而已 但接下来 就是奇迹发生的时刻了 在芬兰圣诞老人村 那一端的机器底部有一个斜槽 可以装满雪 斜槽旁边放了一把大铁锹 你觉得如果路过的人 往槽里产一锹雪会发生什么呢 在新加坡这一端 机器顶部安装了一个 可以吹雪的造雪机 那个往芬兰的机器斜槽中 填了一锹雪的人 与新加坡这端 首次看到雪花落下的人完全互不相识 但他们共同拥有的 是一段多么奇妙的体验啊 世界的另一端 有人为我铲了一锹雪 这箱雪花就同时落在了我的头上 还有比这更浪漫的梦幻体验吗 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不是通过键盘 鼠标或智能手机呈现的幻境 而是使用真实的铁锹和造雪机 传输了一场真正的雪 在这个意义上 可口可乐送给我们的礼物 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能移行换位的装置 在科幻电影中 传送器会把一个物体的原子或分子信息 转换成数据 通过网络传输到遥远的地方 然后再接收点像3D打印一样把实物还原 这是一种极其依赖科学与工程学的想象 是一种虚构 但可口可乐创造的原宇宙 把芬兰与新加坡连通 实现移行换位所运用的都是当今时代 相对简单的技术手段 科学与工程学是构建原宇宙的重要因素 但可口可乐的原宇宙也提醒我们 科学与工程学并不是原宇宙的全部 如果人文情怀与人文感知的触觉不再敏锐 如果因缘际会惊鸿一瞥的种种初见被遗忘 那么原宇宙也不过是一个技术秀场而已 偷盗大赛 酒店爆火的秘密 接下来 我想介绍一个进入式体验感无与伦比的增强现实案例 它的真实感堪比 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中的原宇宙 这个引人注目的原宇宙 是由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高端连锁酒店 艺术系列酒店创造的 这家连锁品牌 位于不同地方的单体酒店拥有各自的独立主题 但共同特点是都陈列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 夏季是艺术系列酒店的淡季 为了增加这段时间 上千间房的入住率 这家连锁品牌 在自己的酒店范围内 开创了一套颠覆三观的游戏规则 实施和运作 这套规则的成本在8万美元左右 酒店集团计划使用班克斯的作品 来策划一场活动 班克斯是一位匿名的英国街头涂鸦大师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一直很活跃 他的艺术作品充满了对社会与政治的讽刺 装点过大大小小许多城市的桥梁 街道与建筑物的围墙 为了这次活动 艺术系列酒店 以15000美元的价格 购得班克斯一幅名为 禁止玩球Noble Games的作品 并在其中一家酒店展出 接下来就是脑洞大开的时刻 酒店贴出一则广告 邀请酒店的住客来偷这件作品 规则很简单 不得使用枪 刀或任何暴力形式制造威胁 但如果哪位住客能通过其他任意方式 把这幅画偷走 这幅画就归他所有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免费获得价值15000美元的名画了 当然 还有另外一条规则 想来偷画 先来入住 这个活动通过社交媒体 披着神秘的面纱 对外公布了 盗窃目标自然不易获取 不过酒店给这些跃跃欲试的大盗提供了一些暗示 在活动期间 班克斯的这幅作品会在不同的艺术系列酒店间转移 但具体在哪个酒店中展出却没有透露 许多人 包括不少名人都前来一世 酒店在获得住客同意的情况下 把他们鬼鬼祟祟试图道化的监控录像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被监控捕捉到的人 也会很开心地把这件事分享到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中 这个活动不仅在澳大利亚的媒体中被报道 还吸引了许多国际媒体 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与洛杉矶时报 班克斯的话结局怎么样了呢 这幅画被两名女士成功地盗走了 这两个人叫梅根阿内和毛拉陶西 他们并没有运用什么复杂的高科技或军事战术 相反他们听说这幅画很快要从布莱克曼艺术系列酒店 转移到奥尔森艺术系列酒店 于是便办做奥尔森酒店的工作人员前去要画 假装要把他带到奥尔森酒店去 布莱克曼酒店的工作人员信以为真 就把画交给了他们 这时偷走班克斯的活动仅仅进行了四天 此后酒店又购入一幅新作 把他作为偷盗目标 开始了新一轮的比赛 梅根阿内与毛拉陶西成功盗走班克斯名画的事情 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彻底带火了后续的活动 艺术系列酒店的这个创意活动 获得了克里奥互动媒体广告同奖与嘎纳公关金石奖 酒店最初投入8万美元 希望获得1000间房的订单 这个目标达成了吗 最终这家连锁酒店的全部1500间房 被迅速预定一空 公司获利达到了最初投入的三倍 活动在社交媒体上被转发700多万次 毫无疑问 艺术系列酒店创造了一个合法盗窃的元宇宙 偷走班克斯的活动大获全胜 犯罪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说法 坏蛋不过是干了好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我们在小说与电影中看到过很多游刃有余的文雅大道 巧妙地偷走艺术品的故事 当然 这些偷盗都是犯罪行为 但人们仍然时不时会陷入幻想 好奇偷走一件贵重的物品 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甚至不是为了钱 只是为了刺激 艺术系列酒店创造的这个元宇宙 正是调动了人们的这种冲动 在一个偷东西不会被惩罚的世界里 供偷到的不是仿品 而是昂贵的艺术品真迹 现实与虚幻巧妙地交织在了一起 偷走班克斯的活动给我们一起敌 首先 增强现实不见得一定需要很高的技术手段 比如智能隐形眼镜 手机软件等 重要的是 如何能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叠加一些元素 来强化人们的感官 体验与思想 或者把这些感受传递到另一个地方 偷走班克斯使用社交媒体来发布活动信息 提供线索 但后续的所有活动 都是在真实环境下实际发生的 当然 假如能运用某些数字技术 这个元宇宙可能会变得更为广阔 容纳更多人参与其中 其次 偷走班克斯活动 让我们看到 增强现实元宇宙 无需遵循现实世界的规则与制度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 在打破原有世界的规则后 仍然可以人人受益的元宇宙 当然 元宇宙中的任何活动 都不可以对现实世界造成危害 花钱把自己关起来 Z世代与密室逃脱 听过密室逃脱吗 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一家名叫 Scrap的日本公司 在2007年前后提出的 最初传到了欧洲和美国 然后在新加坡落脚 随即风靡整个亚洲 尽管每家密室逃脱公司 在运作上有些许差别 但基本概念是相似的 玩家支付25至50美元 被获准进入某个特定主题的密室 比如木乃伊木学 或被遗弃的宇宙飞船等 玩家可以单独或组队参加游戏 一旦进入密室 工作人员会锁上房间 游戏就开始了 玩家在房中到处搜寻线索 通过解密来打开各种机械锁 或电子锁 然后进入下一个房间 或下一阶段游戏 如果玩家能在规定时间内 打开所有的锁到达指定地点 就算取得胜利 我曾经为一个公司的员工 做过一个活动 帮助这些员工体验Z世代的文化 而Z世代恰恰是密室逃脱游戏的 主要目标用户 这些员工三人或四人为一组 各自挑战一个密室 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有这样一种娱乐形式存在 参与者大致会出现 以下两种反应 第一种 游戏参与者非常享受与同伴合作 解决挑战的过程 就算最后没有取得胜利也没关系 另一种 玩家虽然明知 这是人为搭建的环境 却从被锁进密室时起 就陷入了恐慌 没有办法解开谜题 很早就开始求助 第二种反应 让我想起了 有的人在头戴是VR 虚拟现实 设备首次出现时 愿意带上一室 但当视野中成群结队的僵尸 围拢过来之时 会吓得把VR设备扔到地上 韩国的很多电视节目 采用的都是密室逃脱的形式 韩国有线电视综合娱乐频道 一档叫做问题的男人的节目中有过一期密室逃生特别节目 韩国文化广播公司MBC的综艺节目 我的小电视 韩国有线收费电视台JTBC的真人秀节目 认识的哥哥中都出现过密室逃脱游戏 韩国有线电视综合娱乐频道的大逃脱 就是基于一个大型的密室逃生游戏而制作的 自2018年7月第一季上线以来 已经播出三季了 如果把密室逃脱搬到更广阔的元宇宙中 仅凭现实生活中的道具很难做到 不过近年来 已经有一些公司在研究如何把密室 从大型楼宇中的狭小空间里搬出去 设计成为户外的大型秘境 韩国的玩转世界项目提供的就是这样的活动 如果使用智能手机登陆这个网站 你会发现有一些游戏不受地域或空间限制 还有一些户外逃脱游戏 需要进入特殊的区域 结合这些真实空间内的线索完成解密 2020年9月以来 玩转世界免费提供的户外逃脱游戏 包括真洞的回到真洞第二部 光化门的金经理的项目 首尔路的第二次 以及弘毅大学的最后一名读者 仅凭书中的几句解释 很难准确理解密室逃脱游戏中发生了什么 特别是户外秘境逃脱的游戏机制 建议你花一点时间 与朋友和家人直接登陆玩转世界网站亲自试一试 有时候你到达目标位置时 可能会遇到其他通过手机进入玩转世界网站的玩家 正沿街一路走下去 试图去解某些谜题 尽管他们与我们在同一片物理空间里 享受的却是来自玩转世界的满足 那是另一个元宇宙 密室逃脱元宇宙 你还可以试一试需要付费订阅的元宇宙服务 随着订阅和服务在不同产品范围内的兴起 包括按月配送茶叶书本或游戏等各种物品 元宇宙体验的订阅服务也届时而起 凶犯抓捕HunterKiller 就是一个以订阅和形式提供解密类元宇宙服务的公司 订阅者每月付费30美元 就可以在凶犯抓捕元宇宙中成为一名侦探 进入这个虚构的侦探世界去破解悬案 注册完成后 你可以在主页上选择想侦破的案子 随后会有订阅和邮寄到家 里面装有与破案有关的各种线索物品 当排除一些嫌疑人后 把结果反馈给凶犯抓捕公司 你就会收到另一个盒子 这个过程会不断重复 直到最后成功抓到罪犯 破一个案通常需要6个月 这项服务让我们得以锅上一把 像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样的侦探眼 圆了许多人或多或少曾经有过的侦探梦 凶犯抓捕的商业模式与市场评估尤其值得关注 2019年快公司Fest Company 杂志把凶犯抓捕评为第十大 最具颠覆性的娱乐公司 这家公司在企业Ink杂志 2020年度增长最快的公司榜单上排名第六 如果你也在经营一家初创公司 或许可以参考这家公司 持续获得收入的业务模式 思考一下是否可以通过订阅经济的概念 以相对较小的前期投入 为客户提供元宇宙服务 用增强现实再造一个全新的我 Snow Zapato 有一种手机应用软件 几乎所有一二十岁的年轻人都会安装 那就是滤镜相机类软件 例如Snow相机 Soda相机 Fastatune相机 无塔相机等 许多研究发现 年轻一代觉得 加滤镜后的模样就是他们真正的模样 而且大家对此都心照不悬 这些相机软件 不但可以改变眼睛鼻子的大小 把下颌收窄 还能调整肤色 甚至可以模拟化妆后的效果 换句话说 这些软件让人摇身一变 从原来的真实模样 变成想象中的完美形象 Zapato软件 是由Snow美颜软件的开发商 Snow公司打造的一款新产品 Zapato有点儿像 21世纪初一款名叫 第二人生 Second Life的虚拟世界游戏 它提供了一个平台 把增强现实世界与生命日志 和虚拟世界的应用相结合 我在本书后面的部分 会更详细地介绍 生命日志与虚拟世界 这两种元宇宙的形态 不过简单来说 你可以把生命日志 理解为使用社交媒体 把虚拟世界理解为 智能手机或计算机 所创造的三维世界 最开始 Zapato是Snow公司的一个项目组 2020年3月独立出来 成立了Neversy公司 Zapato综合了很多功能 主要有四大类 第一 Zapato将增强现实 与3D技术相结合 提供了强大的 虚拟形象功能 一个虚拟形象 就是在网络世界里 代表你的一个人物 替身形象 在Zapato中 用户以自己的样貌为基础 生成自己的3D形象 然后通过这个形象 参与社交媒体活动 在虚拟世界中 与其他用户结伴出去玩耍 聊天或玩游戏 Zapato允许用户 使用新的化妆技术提升 或美化自己的3D形象 也可以炫耀自己 获得了哪些 最新潮的发型 或时尚元素 第二 Zapato提供了一个交易平台 使用这个软件中的 工作室功能 用户可以制作出 各种全新的服装搭配与单品 然后选择自己使用 或是卖给其他用户 来获得收益 第三 Zapato支持 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功能 用户可以有自己的 社交媒体主页 把自己的3D形象 作为这里的主人公 每个主页都可以 像一个房间一样 进行装点 壁纸 地板 装饰品都可以 重新设计或布置 以体现用户的独特个性 在拍照功能里 用户可以到处挪动 自己的人物形象 按自己的喜好拍照 并像在Instagram上一样 与其他用户分享这些照片 第四 用户可以创造 各种游戏与活动场所 供自己的3D形象享用 虽然社交媒体中的 沟通属性 通常是一对多的 非同步方式 但这样的游戏与活动场所 提供了更多元的体验 多名用户可以在这里 一对一或三五成群的 实时交谈 有了这个功能 很多用户大展身手 在这里创建了各种各样的活动空间 有舒适的咖啡厅 密室逃脱游戏馆 钓鱼场地和地铁站 不一而足 用户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在这些空间里交谈与玩乐 Zepito软件 于2018年8月上线 至2020年8月 已经累计获得了 1.8亿订阅用户 其中90%不是韩国用户 约80%的用户年龄为 10至19岁 这款软件 正在成长为一个面向 全球青少年的网络平台 帮助他们对网络世界 形成基本的认识 Zepito上保有久一多份 游用户创作的内容 在扩大全球的 知识产权收入方面 Zepito也采取了 非常积极的战略 2020年10月 韩国的Big Hat娱乐公司 防弹少年团组合 所属的唱片公司 与韩国YG娱乐有限公司 Blackpink女团的经纪公司 向Zepito投资了1000万美元 这些韩国流行音乐大品牌 已推出一个战略计划 允许旗下艺人的知识产权 在Zepito中 以各种形式被使用 非常耐人寻味的一点是 这些在真实世界中 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艺人 会选择Zepito作为切入点 开始向元宇宙发力 把真实的样子藏起来 借用一个理想化的替身 去与人沟通 展现自我 是否有些奇怪呢 我们不妨这样来看问题 人们在卫生间洗完手后 总会习惯性地 归拢归拢头发 整理整理衣服 补补装 这些动作 都是为了呈现出 自己的最佳状态 让自己看起来 更加荣光焕发 但我们不会觉得这样做有什么奇怪 Zepito所做的 不过是把我们的这种需求 延伸到了一个奇幻的世界里 只要人们并不是 彻底放弃自己在真实世界中的形象 比如既不洗澡也不梳头 一味沉迷于在Zepito中 打造自己幻想中的模样 享受Zepito服务 带来的乐趣 便没有什么不妥 把它看作是新出现的一个 基于奇幻感受的 原宇宙就好了 增强现实助力智能工厂 空客于宝马 智能工厂指的是一种 面向未来的生产制造设施 能在生产过程中 通过应用多种信息通信技术手段 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 如今 增强现实 已经在改变许多制造厂商的生产环境 智能工厂正在成为现实 在运用了增强现实技术的工厂中 工人通过叠加在真实物体上的图像 获取完成工作所需要的各种信息 回想一下YouTube网站上 每同视频中做饭的那段 不懂做饭的人 也可以准确了解 什么时间该切什么 什么不就该煮什么 在智能工厂中 增强现实的作用与此类似 叠加的图像 可以让工人轻松获取各种重要信息 比如零件说明 库存水平 总装配图 工厂操作进程 计划完成时间 生产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等 这些信息可以大大降低工作中的错误 有效减少生产中断 进而缩短生产时间 提升产品质量 同时有效防范各类事故风险 不断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以工业机械设备制造厂为例 比如完成一个产品的制造 需要几名工人 按照装配计划合作完成 2000个部件的有序组装 在传统的生产线上 工人需要在生产过程中 查看记录在各类文档中的操作内容 但是有了增强限时技术 生产过程中每一步操作所需要的零部件与示意图 都会通过工人的头戴式设备自动显示 再举个例子 飞机的制造装配过程非常复杂 仅培养生产线上的工程师 就需要投入几年的时间 然而把增强限时技术 引入装配流程中后 工程师可以实时查询 多种零部件的信息 同时明确 这些零部件的组装位置 与装配方法 有一个关于增强限时运用于 战斗机生产的案例研究 结果表明其生产精度与生产率 分别提升了96%与30% 事实上 空客公司已经在把一种叫做 MIRROR的增强限时系统 运用到在造机型的制造过程中 以3D形式 为工程师提供生产所需的 全部必要信息 通过MIRROR系统 空客将支架检查所需的时间 从三个星期减少到三天 波音公司也把增强限时技术 应用到了波音747-8的 限述装配过程中 结果装配所需工时 降低了25% 出错率为零 同样的方法 还可以用在已发货产品的 维护与修理上 头戴式设备或平板电脑 可以精准地告诉现场工人 哪个部分需要进行维修 清楚明了地展示修理某个部位 需要采用什么方式 用到哪些零部件 这种技术 还可以帮助工作人员远程解决问题 工程师无需亲临需要维修的产品 或零部件所在的地方 当客户遇到设备故障时 维修工人全程无需离开家或办公室 就可以通过增强限时技术远程定位问题 并提供解决方案 就好像亲自到现场一样 增强限时还广泛应用于各种生产技术的现场培训 工人不必亲自到工厂 就可以身临其境 进行场景化操作的训练 这使得工人的专注程度大大增强 留任率也得到改善 宝马公司也把增强限时 用在了制造工程师的培训中 在没有引入增强限时之前 每名训练有素的教员 只能一对一地培养一名工程师 但现在利用增强限时技术 每一员教员可以同时培训三名工程师 而且学习效果和受训人员的满意度 与之前的方式相比都差不多 但培训成本却大大降低 捷豹路虎公司也与博士合作 使用了一套基于增强限时的培训系统 有了这套系统 学习汽车仪表盘的修理技术时 工程师无需实际拆卸仪表盘 就可以对修理它的过程了如指掌 在培训成本降低的同时 整个流程得到精简 通过在改进安全生产 缩短工时 优化产品质量 降低培训成本等方面实现的一系列好处 增强现实正在改变生产制造的前沿环境 在不远的将来 制造工人很有可能足不出户 就可以通过元宇宙 舒舒服服的在自己家货办公室 完成全部生产过程的操作 元宇宙的未来 语音暗面故事一 迷情眼镜 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增强现实元宇宙 叫做迷情眼镜 这个元宇宙还没有实际出现过 其实是来自我写的一个小故事 在第三四和五章我都会带来几个关于元宇宙的小故事 在读下面的故事时 我希望你能展开制人的想象力 想想增强现实元宇宙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你希望增强现实元宇宙是什么样的 以及未来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全新元宇宙 迷情眼镜 您看 我们这里有三种服务套餐 那个是奇幻套餐 就是您刚才在网上查看过的 这边这个是名人套餐 成哲和敏珠睁圆了双眼 盯着面前的全息影像目录 在影像中 成哲的脸经过电源的扫描后 被换成了另一张脸 看起来像个角色扮演游戏中的男主角 旁边敏珠的脸在360度旋转 只不过换成了日本动漫里女主角的模样 二位来的可太是时候了 我们的促销活动明天就结束了 现在正在推薪 好多用户都订购了我们的产品 如果二位也购买实际的产品 就可以免费使用一年的AR眼镜 应用软件与人物形象 不过我必须说明一下 我们的合同期是三年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我戴上这些AR眼镜之后 看到的我太太就是这个动漫形象吗 是的先生 就像您在全西影像中看到的 都是完美的幻象 但您绝对看不出来差别 一般情况下睡觉前 把眼镜摘下来就可以 不过不摘也没有问题 一般在床上 嗨 反正总之呢 您记得一次佩戴的时间 最好不要超过20个小时 摘掉眼镜后 一定要把它们放在这个消毒灯下 不好意思 您之前说我们可以试戴一下的对吗 我现在可以戴上眼镜 看看成哲的样子吗 当然没问题 不过您刚才在全西影像中 看的是奇幻套餐中的形象 试戴的时候 我们用名人套餐吧 让我们来选选 感觉您最喜欢的影星是金宇宙 我们来试试这个吧 电源在平板电脑中 录入了些信息 补充说道 奇幻套餐是三年期的合同 含一年免费 不过因为金宇宙是名人套餐中的形象 如果您选择这个的话 需要每月额外支付五万韩元的授权使用费 好了 请您试试吧 敏珠接过眼镜 每只眼睛带了一个 一道蓝光 在她的眼前一闪 现在 请您看看您先生吧 敏珠转过头望向成哲 眼前的成哲 简直就是大明星金宇宙本人 她惊呆了 站起来围着成哲 打亮了好几圈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她都是金宇宙的模样 完美无瑕 店员咯咯笑了起来 大家的反应都跟您一样 成哲看着敏珠嘴角逐渐堆起的笑语 眼皮不自觉地轻轻一颤 您刚才说有三种套餐 除了奇幻套餐和名人套餐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哦 对 是这样的 其实这是个秘密 我只告诉熟人 不过老板说你们是校友 所以我就对您知武不言了 您也知道 我们名人套餐中的人物形象 都是这些名人给我们授权使用的 所以会收一些使用许可费 但是呢 还有很多顶级明星 并没有给我们这个授权 不过从技术角度来讲 这并不难实现 特别是一线明星 他们的3D扫描数据非常多 所以尽管没有拿到正式授权 我们也是可以增加一些顶级明星的形象的 我明白了 那 我说的那位女演员呢 我们来看看 哦 是她 她的数据很多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把它加入套餐中 但您千万别告诉别人 您是从我们店拿到这个形象的 否则我们可就惹上大麻烦了 不一会儿 成者也戴上了眼镜 向敏珠看去 敏珠 准确地来说 是那位女演员的脸 正笑盈盈地望着她 怎么样 我们接下来就把合同签了吧 成者和敏珠摘下眼镜 余光偷偷掠过对方 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问了一些服务条款上的问题 耽搁了一小惠儿 两个人便踏出了店门 后来 店员又给他们打了电话 我们的活动就到明天 希望您再考虑考虑 那天晚上 成者躺在床上的时候 手机上的信息提示音响起 是我 今天我们在店里见过 我就是想告诉您 如果您二位不想一起签合同 我们可以单独跟您签 您太太完全不需要知道 我们的促销活动 现在还有效 不一会儿 一条信息 也出现在敏珠的手机上 是我 今天我们在店里见过 我就是想告诉您 如果您二位不想一起签合同 我们可以单独跟您签 您先生完全不需要知道 我们的促销活动 现在还有效 金向云 2020年6月7日